挽狂拦于祭岛 服大厦之江青 明年的LPL将更加严峻 因为时隔四年 那个最适合T1 那个最适合菲克尔的教练 考马回归了 从2013年转型执教开始 就带领SKT拿下世界赛冠军 S4的实力让他更加注重选手个人能力 从鸡汤教练到魔鬼教头的转变 死亡笔迹从不离手 甚至撤下菲克直面饮水季 SKT S5 S6连续两年夺冠 赛场下关心选手生活 调节选手情绪 赛场上知己知彼 BP几乎不落下分 刚柔并济 恩威并失 作为SKT三冠的助击人 也是英雄联盟 第一个拥有自己形象 侦察守卫的男人 截至于今年 有着超过15项赛事冠军的 执教经历 如果说菲克尔拿下4冠 是英雄联盟历史上 最伟大的选手 那考马就是唯一能够 与其比肩最伟大的教练 如今孩子们都已经长大 考马的回归 这熟悉的感觉 都回来了